哈喽大家好,我是蓝宏仙荣 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先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近期的修行的一些进展和心得 那之前在好多期里的反反复复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多的这个跳出来 经常的以第三视角来观察我们自己 特别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还有就是感觉自己要起情绪的时候 都跳出来观察我们自己 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爱知道 洞察到我们当时所处的这个状态 然后及时的来改变我们命中 就是及时的来了解到我们生命的这个轨迹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命中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是注定好了的 只有我们跳出来观察我们自己的时候 就是以第三视角来观察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处在这种觉醒的状态 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 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来获得朝着一个好的方向的转变 那由于就是经常的啊 长时间的跳出来对自己的这个观察啊 然后以至于现在啊 就是每天晚上经常的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啊 就是基本上80%的在这个梦境啊 在做梦的时候我都可以及时的知道 哎 原来我是在梦里了 哎 就是有好多小伙伴说 哎 我怎么样能够进入梦里啊 怎么能控制梦 怎么能知道我是是在做梦啊 其实也就是说你平时只要是经常的 哎 练习这种跳出来自我觉知的这种力啊 当你的这种觉知力达到一定这个强度的时候 哎 你在梦里的时候 你就自然的会也形成这种状态啊 就是你在梦里的时候也跳出来观察一下自己 哎 你一观察周围的事情不对啊 对吧 哦 原来我是在梦里 哎 这样 例如你在做一些这个不好的梦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就会去下意识的去感受一下 哎 为什么我会来体验这种梦啊 这个梦是让我来学习体验一种怎样的啊 一种境界呢 让我达到啊 让我这个突破哪种障碍呢 对吧 这样你在这个梦里头啊 也是处在这种觉醒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就来说一说啊 我们这个之前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西游记 对吧 其实呢 经过我最近的这个感悟啊 我发现这个西游记啊 其实就是一本经书啊 哎 这个西游记 其实我觉得这个吴承恩老先生啊 其实就是一位得到的高僧啊 如果好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名著来看啊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是误懂了这个西游记里的东西啊 哎 好多人可以立刻瞬间开悟啊 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那其实这个西游记里头说的这个唐僧啊 这个司徒四人啊 其实就是说的是唐僧啊 就是说的我们任何的人啊 其实我们任何人身上 这个所有这四个人上面的特征啊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例如唐僧啊 唐僧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种凡人的无奈啊 就是我们凡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对吧 虽然他转转了那么多事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凡人的形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啊 好多事情他还是这个解决不了对吧 无能为力 然后这个孙悟空啊 孙悟空其实就是彰显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啊 这种自尊啊啊 这种争强好胜啊 哎就这种彰显这种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这股力量的存在 然后猪八戒呢 这个猪八戒就是说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贪婪和欲望啊 好吃懒惰对吧 然后遇上什么好事 然后都想着哎自己能够捞一把对吧 哎就猪八戒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 然后最后再说到撒僧啊 其实就是我们彰显过锋芒啊 所有想尽所有的这些啊 这些欲望贪婪之后啊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生还是这样的碌碌无为啊 非常的这种平庸的状态下度过的啊 其实回到最后啊 也就那么回事了对吧 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一切啊 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有的这一切的展现 这种淋漓尽致的展现啊 所以呢 就是通过这个师徒啊 师徒四人通过他的三个徒弟啊 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一生所要追求的这个境界啊 就是悟空啊 悟能还有悟静 对吧 孙悟空啊 诸悟能 然后杀悟静 对吧 我们就是要悟悟到一切啊 一切结空啊 对吧 然后悟到我们要修的就是能量 那我们要达到这个能量 拥有这个能量 就是要让我们静下来 哎就是不要去追逐那些所有的这些利益啊 不要去彰显我们的这种锋芒啊 对吧 所有一切放下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那么回事啊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悟我们的境 来吸我们的能 哎 最后实现啊 达到我们空的这个状态 哈哈 对吧 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再说到这个孙悟空的这个啊 当时被压在这个佛祖的这个五行山下 对吧 其实这个五行山下 大家记得这个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 对吧 然后唐僧去救他的时候 说这个孙悟空说哎 师父你只要上到山顶啊 把那个六字大名之后当时佛祖啊 因为怕他从这个山里跳 因为这个孙悟空的本事太大了 对吧 稍微哎 努努力一使劲就从山里就蹦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佛祖说哎 我压一个 我压一个咒语上去哎 你孙悟空怎么折腾都出不来了 你看 自从说有了那个咒语之后 哎 那孙悟空怎么都出不来了 对吧 最后这个唐僧一去 孙悟空说哎 师父你把那个山顶的那个咒语啊 给揭开 俺老孙就出来了 结果唐僧爬了半天 费了半天劲 这个爬到山顶啊 看到那个符以后啊 唐僧接着是跪下就拜 然后刚磕了一个头 只见那个符啊 就飞走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孙悟空突然感觉哎 我能飞出来了 然后唐僧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然后孙悟空嘟嘟 哎 一下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其实那这一个点是说的什么呢 其实有没有那个咒的啊 其实那个咒啊也是空的啊 也说那个咒啊根本就不存在啊 其实为什么孙悟空他能被这个一个 就这么一个咒语就能压住呢 其实这也是孙悟空的一个心啊 其实就把他的心给压住啊 也说你心里只要没咒哎 刷你就可以出来 为什么你能被压在那里 感觉上面有个咒啊 就是因为孙悟空的心里啊 多了这么一个咒啊 所以他才被压住 所以这就是他的罪业啊 所以因为他心里有了罪 所以他就要承受这种罪啊 就这种大山啊 这种罪压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其实最后当他醒悟了之后 他感觉有人过来救他的时候 哎 他就感觉他感觉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 去赎罪的时候 他心里这个罪就就没有了 然后他就自然而然很轻松的 他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直到最后啊 到最后这个唐僧不是一直给他一个紧箍吗 对吧 到紧箍咒最后他说哎 封他为斗战圣佛之后 然后他说哎 你既然我都成佛了 那这个菩萨 你给我使个法 再把我的这个紧箍咒给弄掉吧 然后菩萨就说哎 你摸摸看啊 然后他这么一摸 那个紧箍咒刷就没有了 对吧 其实这个这个紧箍咒也是一直就没有的啊 所以这个紧箍咒这个菩啊 也是啊 这个孙悟空头上的这么一个一个心魔而已啊 其实就是你心里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就被这个给牢牢的加住了啊 如果他心里最后他觉得他成佛了啊 不应该再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就是所有的他的他的这些杂念啊 他的这些这种争强好胜的这个这个执念被解除的时候 他这个咒啊 也就自然的就没有了 所以一切啊 其实都是空的 所有一切都是他自己啊 给他无形的这样上上去的 他以为有 他就有了啊 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执念不除难成正骨啊 也就是说所有我们的一切 之前我好多期我跟大家说过 其实我们要想修成正骨 成先得到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执念 一一的全部消除掉 然后最后我们就成先 我们就得到了呀 就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最后呢 说到这个取经的时候 对吧 然后取经所有这个大唐和尚到了那里 然后这个佛祖啊 派了两个这个徒弟 然后带他们去这个取经 然后师徒四人呢 就拿着这些经书就非常高兴啊 然后拿完以后 然后直接扛着经 然后就准备要回大唐了 结果刚刚走了没几步啊 然后这个弥勒佛啊 施了一个法 然后变成老鹰 给他们把这个这个经书啊 全部弄下来 他们才知道 哇原来这是无字经书啊 但是当他们拿着这个经书回去 找这个如来佛祖评礼的时候啊 这个如来佛祖就说 哎 他们拿的取道的是无字真经啊 大家注意里头这个细节啊 你说其实他们取道的这些无字的经书才是真经啊 这就好比当年这个达摩祖师啊 跑到当时的震旦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对吧 去传道的时候 去传法的时候啊 所有这些众和尚全部站好队在那排排坐等着他抢经 结果人家达摩祖师上去站了一会儿 然后直接又下来了一句话没说 所有众和尚说哎 这和尚啊 这个印度来的和尚到底行不行啊 太不靠谱了 对吧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的无声就是最大的道啊 就是真经啊 就是真经正道啊 只不过这些和尚啊 他道行太浅 他误不出来啊 没有误到 其实一切节空啊 一切近在不言中 用不着说的 对吧 所以呢 当时这个司徒世人其实已经取到了真经 但是呢 后来因为弥勒夫说哎呀 不行啊 对吧 你给他们了真经 他们回到大唐之后 因为那边的人重力啊 这个这个重力重视啊 所以他们拿着这个经过去以后不行啊 啊 所以他是为了保护唐僧啊 所以才说这种经啊 不能给他们 因为那边的和尚啊 不行 他们误不到这一点 所以你给他们这个经啊 反而害了唐僧啊 回去之后 这个唐王啊 肯定会说 哎呀 我给了你这么多的这个好处啊 我给了你这个盘缠 给了你什么 然后我还给你结拜为交 是吧 结为兄弟啊 结果你拿着我给你的钱 是吧 出去这个旅行 公费旅行了一番啊 给我弄几张 这个白纸过来糊弄我 是吧 哎 所以呢 又把他们弄回去 然后给他们各种有字的经书 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有字的经书啊 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和尚也好 修行人也好 他们夹杂了自己有限的认知啊 然后智慧又没有达到 所以每个人啊 领悟 用自己的领悟来领悟 这里一段 那里一段 这里一套 那里一套 然后还有就是在说到最后的那个要人事 对吧 那两位尊者啊 就是像这个唐僧 这个师徒啊 说哎 你竟然取了经了 你得留下给点人事吧 给点好处吧 对吧 其实这个地方 好多人都觉得 哎呀 怎么都到了这个佛门圣地了 怎么这些人还这么功利 这么势利啊 其实这二位尊者 为什么要给他们要人事啊 其实就是说 看我们每一个人啊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达到 我们都达到这个佛国净土的这个状态 都已经成佛了啊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乎身上的这些东西呢 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啊 修成正果的时候 我们拿到真经啊 就是入到正道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应该放下 都应该放下 也就是说 哎呀 什么紫金钵鱼啊 什么东西 统统拿出来 哎 我们也要奉献 我们要拿出来啊 只要我们舍得 舍得了一切 我们才能修成正果 我们才能入正道啊 啊 所以这也是在救他们啊 所以最后他们当交出了 这个紫金钵鱼啊 这也是他们身上 唯一吃钱的东西 对吧 唐王这个赏给他们的 对吧 然后最后才获得了 这些有字的经书 那说到这个人事啊 我们再说一段啊 就是当时佛祖的 这个大弟子 大家设尊者啊 当时去这个化缘的时候啊 当时化缘 这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化缘 其实就是为了 在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啊 就是说他走到哪里 这些人 当这些人施舍 给这些僧人吃的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啊 就是他向谁讨要这个吃的 讨要财物啊 其实就是在为了度化他们 帮助他们啊 当他们施舍了他们的 这个财物 他们的这个食物之后 他们好多的这个苦难 就会化解掉啊 所以这个大家设尊者 就当他走到一个 哎呀 非常贫苦的一个 这个老太婆那个地方 这个老太婆的 那个一碗粥啊 都是已经搜了的 放了很久 是人家 这个他是要饭 这个别人倒给他的一碗 搜了的粥 结果这个大家设尊者就过去就说 哎 向这位啊 这个讨饭的这个老太太 去讨要一碗粥 所有人 周围的人就不解 说这个老太太这么穷了 人都好不容易的 这存了 存了一碗粥 都搜了都没舍得喝 你这个和尚 怎么还去要人家 这碗粥来喝 其实好多人都没有 没有看懂背后的 这个重大的这个意义啊 其实这个大家设尊者 就是在为了救这位老妇人 当这位老妇人 愿意把他仅有的 这一个搜了的粥 都奉献给这位僧人享用的时候 就是这位老太太身上的 好多的这个罪业啊 就消除了 哎 所以这就是舍得啊 有舍就有得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了 整个的这个西游记啊 西游记就是通过我的 这个修行啊 感悟出来的一些道理啊 小伙伴可以在线下评论区啊 说一说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今天又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最后的更新 同时记得回去看 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